变量来源于数学 可能使用其他概念来支撑这种抽象 而不严格的定义变量的准确外言 由于变量让你能够把程序中准备使用的每一段数据 都附给一个简短异于记忆的名存 因此它们十分有用 变量可以保存程序运行时用户输入的数据 特定运算的结果以及要在窗体上显示的一段数据等 简而言之变量是用于跟踪几乎所有类型信息的简单工具 变量是一种使用方便的站位服务 用于引用计算机内存地址 该地址可以存储Scribe运行时更改的程序信息 比如可以创建一个名为ClickCount的变量 来存储用户单机外部页面上某个对象的次数 使用变量并不需要了解变量在计算机内存中的地址 只要通过变量名引用变量就可以查看或更改变量的值 变量在使用前必须在代码中进行声明 即创建该变量 在使用变量前 大多数语言通常首先需要声明变量 就是说必须事先告诉编译器 在程序中使用了哪些变量 即这些变量的数据类型 以及变量的长度 这是因为在编译程序执行代码之前 编译器需要知道如何给语句变量开辟准处区 这样可以优化程序的执行 声明变量有两种方式 分别是隐识声明和显示声明